我們堅決抵抗中國是我們的和平之道 同時在這裡有三點訴求 分別是對台灣人 對中國人 還有對全世界的民主陣營 簡單的說一說 第一 台灣人必須要有同島一命的共識 我們必須要堅決的抵抗中國 守護本人的家園 第二 對中國人 我要告訴中國人 一個民族的自尊 不是建立在帝國主義的擴張之上 而是站在他們敢於戳破強權的謊言 敢於對抗他們的極權政府 第三 必須要告訴全世界 台灣有事就是世界有事 最後 我必須要告訴這一次 邀請李蕭東來台灣的台北市長蔣萬安 武田乃祖 不要對不起 不要無辱你的祖父跟曾祖父 如果你真的姓蔣 雖然兩蔣他們的反共是會保住自己的權位 雖然他們對台灣犯下了無數罪行 但是至少他們對中國的態度 是你這個不知道哪裡冒出來認的 曾孫 是不是應該感到汗言 我看到有兩種人 對於這個李蕭東來台灣 反映出不同的意見 有一種人他從小他比較習慣一擋專政 他比較習慣有人騎在他們頭上 他們比較習慣過著這種被奴役的生活 另外一種人就是像台灣激進 我們這些年輕的朋友 還有像我這種老啊 那我會怎麼要來 因為我們習慣於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我們習慣於呼吸這種自由的空氣 我們不能夠再回到以前獨裁統治的那樣子的生活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為台灣的和平安樂自由獨立而戰 和平不是貴來的和平是備戰而來的 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 那所有的中國共產黨講的基本上都是謊言嘛